观影说多为十项之《影评汇翠》第一册 第三部电影《头号玩家》 沐峰观感 这部电影在元宇宙崛起的现在 或许大家都有相同的感觉 就是到底虚拟世界跟现实 哪个才是真实的我 我想在这里的伙伴都知道答案 你所聚焦的世界 对你来说就是真实的世界 我想很多人对于里面的时空建制 时区规划 场域特性 各种感情在现实与网络间穿流等 已经多有评论 这些我就不说了 说点不一样的 这部电影看到最后 我竟然哭了 似乎触动到内心深处一个埋藏已久 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信念 首先还是要就电影内容 说说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哈利迪讨厌制定规则 他是一个梦想家 他创造世界 读过赛斯的人都知道 没有所谓的造物主 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唯一 整个宇宙都因你而生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创造 然后体验再创造 没有善恶对错 也没有要完成什么事情 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个人生过程 只因你完成了体验 并创造了新的经验 如果一切都有规矩 那何必来体验 创建规矩为的是什么 当然是为了要打破的 寻规蹈矩只能安视在舒适圈 按照前人的规划来生活 看似安定 但要如何压抑内心的冲动 每天过着吃喝拉撒 一成不变的生活 想想自己身处在天堂还是地狱 喜欢事物最初的样子 当它还只是个游戏 是的 一款让人沉醉其中 又兼具各种意义的游戏 的确引人入胜 一开始人们单纯的 就是因为好玩 一旦发现有利可图 游戏的本质就变了 各种连孔也都出现 内心真实的想法也会现行 我们在这个时空生活久了 早已忘记我们原本的样子 忘记孩提时的单纯 忘记自己的初心 却常常在某些时候想起当初 然而一切都已成过往 这时衍生出遗憾 不甘 如果等等 这些想法只会让你产生 重来一次就能更好的念头 而你在这念头的驱使下 不断重复轮回相同的人生 直到觉悟 所以 莫忘初心 勇往直前 就不会有遗憾 至少我尝试过了 随便玩玩 热爱这游戏 全心投入 哈利迪并没有要大家沉醉于游戏 她希望大家随便玩玩 但是人们已经不当 这是单纯的游戏了 但是她最后又感谢自己玩她这款游戏 这必须要切换几个视角来看哈利迪 当初她会创造这游戏 是因为无法在现实交流 她到死都害怕 所以创造游戏的目的是逃避现实 才要大家随便玩玩 她在海提时 天天跟游戏机为伍 无法跟人正常交流 那种恐惧隐藏了心中的想法 彩蛋却也因此而生 在Z进入她海提时的房间时 她说现实令人恐惧痛苦 她仍是唯一一个让你吃到大餐的地方 这时哈利迪已经死了 这可谓是她死前的感悟 也可说是她渴望的人生 像她创造的游戏一样精彩 所以她希望人们热爱这游戏 全心投入 这里有人会说游戏是游戏 虚拟与现实是分开的 但是你可曾想过 当你进入这虚拟实境 完全融着游戏时 真的可以区分哪个才是真实的吗 在这里的热爱游戏全心投入 也暗指你必须活在当下 不管你如何理解 当下就是真实的 你必须全心地玩 全心地爱 最后哈利迪感谢Z玩这游戏 这时Z问她是谁 哈利迪是否真的死了 这时的老哈代表的是高危的意识 肉体的哈不过是一个体验 死后利用彩蛋 带出一个人生真正想表达的意义 小哈跟老哈同时离开了房间 代表人格片段在不同时空的融合与回归 在诗意的归途里有说 人生真正的考验从中英开始 死后的哈利迪完整地传达了她不敢传达的心意 三把钥匙打开她的心结 回到初心 勇敢说爱 找回友谊 她滞留在这个时空中五年后才真正地回归 中间多少次的尝试 多少次的失败 哪怕是这样 只要有一次达到目标 就算完美的体验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失去了唯一的朋友 这句话虽然不是什么重点 但却是让我流泪的关键 从学习塞斯到现在已经超过两年了 也靠自身的练习 挖掘了心中埋藏许久的信念 转换或摧毁后 建立更适合自己的新信念 这些破例的过程 反复在这段时间重复着 原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挖的 但随着自身频率的改变 渐渐觉察到细小的裂痕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终于把这裂痕凿开 顿时宣泄出来的情绪 如山洪滚滚 洪流过后出现了隐藏信念的山洞 原来这么小的一件 发生在八岁的事 影响竟如此深远 莫名且不知所以的恐惧 竟是由这么小的火种 延烧至整片山林 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在此不论述 总之这部电影除了讲述你所认为的 也讲述了你所没理解的 当你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 其实都是假的时候 当你所认定的一切 都是由你己心造作的时候 你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看法又会如何 是相信还是否定 当你发现 深埋在心里的是恐惧的种子时 想法又会如何 是面对还是逃避 这是没有标准答案 对你只有唯一的答案 那答案不需外求 你心中早已了然 接受并沉浮即可 接受并沉浮即可